大家好我是登登 今天开始给大家讲 坏家伙们第二季 邪恶之都 与意志下 饭店内气氛不算融洽 在座的两位都是响当当的大人物 誓言递捡一把手 递捡掌 邪圣集团一把手 赵会掌 VIP进行财阀改革的意志非常强烈 财阀改革是指 针对具有垄断性的大企业进行整顿 白手起家的赵会掌 从黑社会施工队 转变成如今首居一指的大财阀 他首当其冲 击毙清算 也是VIP在大力推动的事 击毙清算是指对过去的弊病 进行整顿 转变为企业家的赵会长 也在整顿行列 然而赵会长并不担心 白手起家是二十年来 他经历过无数猫难 一路摸爬滚打到今天 他积累了无数财富 研究了过人的胆量 创造了无数的靠山 这次整顿对他来说 算不上什么大事 他不会那么轻易倒下的 手似的骆驼兵马大 这么多年来 他创造的基础 足以应对这次危机 两人谈话的同时 云安正在发生 赵会长虽然凶无成竹 但在地检长看来 这次不一样 这次国民的情绪不同 他们希望高高在上的财阀 能跌落深谈 而且VIP也特别支持此事 赵会长大难临头 但地检长忽略了一件事 VIP推动的 不只是财阀改革 检察官改革 也在VIP的计划之中 地检长从检察官做起 一步步爬到今天的位置 击毙清算 他也躲不过 两人之间的火药味 越来越浓 外面的命案也接连发生 检察官和采发的战争 正式开始 地检长决定先下手为强 他让德里干将 宇帝文负责死事 坏家伙们的故事 就此展开 协盛集团赵会长 事嫌私吨600亿巨款 而法院却驳回了拘捕令 一大早 如正平检察官准备去单位报道 有件事一直埋藏在他心里 挥之不去 他曾亲眼目睹好兄弟 昌俊 惨死街头 赵会长的实力不如小区 支持赵会长 反对针对性调查的标语 在街头随处可见 如正平的电话响起 但犹豫再三 终于街头 电话那头是昌俊妻子 杀害昌俊的凶手还没找到 他不知该如何向嫂子交代 如正平来到市园地检门口 这里也有很多人在为赵会长助威 深中明搜察官来接待如正平 部长正在等他 他们正在做一件事 很需要如正平的帮助 如正平对部长一无所知 深搜察官给他大概介绍了一下 部长是警察出身 人很好 就是喜欢用拳头解决问题 没有礼貌 不爱花钱 还经常不守约 深搜察官把如正平带到饭店 可部长并不在这里 可能失去上厕所了 如正平注意到旁边的案件资料 也看四下无人 便偷偷看了一下 深搜察官口中的部长 就是于帝文 但其实他并不是什么部长 只是深搜察官一直这样称呼他而已 他目前是停止状态 命办公室 所以只能在这种地方 跟如正平见面了 如正平不知道于帝文 为什么要把他找来 于帝文二话不说 直接让他开始工作 如正平就这样莫名其妙的 上了深搜察官的车 深搜察官劝他摘掉工作证 外面形势不好 带证容易挨刀子 深搜察官在路上 跟如正平讲述试言试的情况 这里常住人口有150万 每年所交的税金 在全国能挤进前五 这里的有钱人 都跟赵会长有瓜葛 刚才示威的那些人 就是其中一部分 他们生活条件都不错 大概有15万人左右 都是贤盛集团的志愿 在那里 赵会长的话就是法律 人难动 吃喝玩乐的地方 俗称红灯局 令人闻风散散的东方派 就盘踞在这里 方派成员大概有1000名左右 这里光是周末流通的毒品重量 就超过盧正平的体重三倍以上 只要世界上有的品种 都能在这里找到 东方派一直在掌管这一块 老大何孝摩 赵会长转向成企业家后 就把东方派交给他打理了 为人阴陷狭诈 手段残忍 他们来到一个地方 许老板打听到一点消息 余帝文得去看看 完事后 他们准备带卢正平去见见张成哲 而许老板 就被东方派的人缠上了 余帝文并没打算管这件事 卢正平有点担心 看样子会打起来 而深搜查官却说 什么叫打 应该说是单方面屠杀才对 那卢正平就不理解了 不应该过去帮帮许老板吗 可搜查官说的单方面屠杀 并不是许老板被屠杀 他们直接离开了这里 深搜查官继续介绍诗员室的情况 人稀动 住的都是没钱没事的人 俗称穷人区 也是各种恶性案件 发生最多的地方 赵会长正在对这里进行再开发 与外面不同 这里大部分人都反对赵会长 只要赵会长被捕 开发计划就会泡汤 反之赵会长夺过此劫 这里就得被夷为平地 重建一座新城 卢正平觉得 这件事还是按法律来比较合适 可按法律来的话 这里就要被强制拆除 无数人将面临无家可归 露宿街头的问题 深搜查官把卢正平带到老城区 他们的办公室就在这里 卢正平跟大家打招呼 与警杨碧顺向他点头示意 而张成哲张行景 却根本不搭理他 一门心思都在赌博上 除此见面 张行景就跟卢正平借钱 卢正平礼尚往来 也不搭理他 气氛有点尴尬 深搜查官立刻站出来 阻止矛盾升级 于定文突然打来电话 已经准备好了 带兄弟们过来 卢正平还没搞什么状况 就跟着一起出发了 到达目的地后 许老板也在这儿 他们把卢正平留在车上 就跟大部队规合 看着驾驶 正准备打架 于定文让许老板 先在车上等着 卢正平想问问什么情况 可于定文却不搭理他 许老板之前 被东方派的人纠缠 现在却黯然无恙地出现在这儿 看来确实很能打 卢正平有点坐立不安 许老板来跟卢正平打招呼 卢正平想问问他 现在是什么情况 可许老板却说 待会儿于定文不告诉他的 大家好像都对他很了解 可他却对大家一无所知 就在他正焦躁不安的时候 突然出现一帮鬼鬼祟祟的人 他默默地锁上车门 对讲机突然传来声音 已经冲到三楼 马上就上去了 卢正平正准备问问什么情况 突然天降横火 楼上掉下来一个人 生死不知 卢正平有点惊慌失措 他立刻打电话报警 掉下来的是个刑警 卢正平用对讲机呼唤申诉察官 可依然没得到回应 他来到大楼里 一帮人正在往四楼冲 他立刻跟了上去 来到三楼后 里面吵吵闹闹闹 他正好奇怎么回事 女警就扶着一个女人出来了 后面还跟了一帮人 张星锦在帮他断后 女警把人交给卢正平后 也回去帮张星锦拿 卢正平还没搞清状况 只能扶着那个女人继续上楼 然而四楼的战况也相当惨烈 一帮人混站在一起 分不清是敌是友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战团 战况逐渐升级 卢正平也被卷了进来 看着同事被人殴打 他义无反复地加入战团 可打架这种事 他并不擅长 深搜察官发现卢正平被揍 他立刻让人前去支援 卢正平继续带着那个女人逃跑 他无意中发现 还有更多的女人在被欺负 检察官的身份 让他不能坐视不管 他用对讲机请求支援 可大家都忙着打架 没人能顾得上他 无奈之下 卢正平只好亲自出手 他偷偷摸进房间 从背后袭击 无辜的女人们终于获救 他们算是姓名的 那些不姓的女人 颠覆了卢正平对这个世界的人质 女人们操荒而逃 而禽兽们却再次出现 卢正平挺身而出 但他真的不擅长打架 分分钟就败下针来 雪老板突然出现 救了他一命 雪老板的特长就是打架 尤其是一对多 他从来没输过 余定文抓了个人 顺便带卢正平离开这里 然而刚上车 就出出来一帮人拦截他们 在余定文的怒吼下 卢正平立刻出发 没有目的地 先甩开那把人再说 卢正平一头雾水 第一天上班就这么刺激 目前为止 他还没搞清到底是什么情况 余定文抓了人 突然开始反抗 防卵中出现了一辆车 卢正平一激动 车祸发生 卢正平从昏迷中醒来 大家正在打扫战场 余定文不冷不热地说了句 但在外面多好 非得进来 卢正平忍无可忍 他到现在都没搞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如果余定文不给他 一个合理的解释 他就把所有人都抓起来 余定文知道 卢正平再也不想接 昌俊妻子的电话了 余定文知道他在想什么 昌俊的死 不是他的错 是昌俊自己强出头 才惹祸上身 余定文就是因为恐惧 才选择调走 下定决心 一辈子做行政无作 余定文对他的事了如指掌 余定平强装镇定 余定文直接给了他一巴掌 昌俊的死 他都没敢跟监狱里的吴俊卓说 其实他跟吴俊卓和昌俊的关系很好 余定文让他再等等 杀害昌俊的凶手 马上就出现了 余定文跟着吴俊卓做的事 他们都知道 余定文就是因为这个才找他的 他们的目标是赵会长 余定文收拾好心情后 来找余定文 他想知道余定文要抓的周琦璧 是不是杀害昌俊的凶手 余定文突然收起 余定文在饭店偷看的那份文件 地监长不是好人 可不知为何 他居然要搞贤盛集团 可没想到 赵会长技高一筹 把自己的辩护律师 集团财务负责人 司机 全给干掉了 这件事就是周琦璧做的 他提名于赵会长 从很久之前开始 周琦璧就帮赵会长做这种事 抓周琦璧 就是为了证明赵会长教唆杀人 至于周琦璧到底杀没杀昌俊 余定文没有证据 但是他有证人 卢振平 卢振平当时看到了周琦璧 可他怕被东方派报复 所以才闭口不谈 余定文知道 他会害怕 会恐惧 也知道他想逃跑 但是 一旦开始逃跑 就得逃一辈子 他让卢振平好好想想 是勇敢面对 还是仓荒而逃 想退出的话 就趁早 不要在这儿白白挨打 余定文回想起三年前的事 一起出生入死的林大哥 丢了一条腿 他去找赵会长算账 然而赵会长就对他冷嘲热讽 闲身饭店的社长 被他捧到市议员的位置 戴眼镜的家伙 在他的子处下成为法官 小胡子在他的推荐下 成为搜查科科长 誓言室是他的天下 想在这儿抓他 简直痴心妄想 敏大哥就是最好的例子 赵会长提醒余定文 下次想抓他 不要找拿笔杆子的人 得找些拿刀的家伙才行 与其寻找真相 不如去捏造真相 只有找比他行动更快 比他下手更狠 比他做的坏事更多的人 才会有机会抓他 法律 秩序 正义 光平这些是抓不了他的 他凌驾于法律之上 对且创造了秩序 至于正义 那东西他从来没见过 三年前的失败 让余定文长了记性 这次他势在必得 余定文来到医院 看望伤者 而陆正平却头也不回地离开 大街上 反抗再开发的人 被强制镇压 年幼的孩子 就这样失去亲人 面对不公 他们都能站出来勇敢面对 陆正平身为检察官 有什么理由去逃避 他选择加入 余定文说的对 他确实看到了杀害昌俊的凶手 虽然不知道名字 但凶手的长相他记住了 吴九卓入狱 昌俊遇害 所以他害怕了 他怕自己也会受伤 现在他不想逃避了 也无处可逃了 余定文知道他当年 跟着吴九卓在做什么 吴九卓的特殊犯罪调查科 把犯人抓起来后 从起诉到量刑 都是他负责的 余定文需要他做的 也是这件事 换人他们来做 余定平负责收尾 余定平回到大楼 往事不堪回首 当年吴九卓入狱 面对审问 为了自保 他表示对吴九卓 带领罪犯的事 并不知情 面对入狱的吴九卓 他只能说对不起 他甚至都不敢看吴九卓的脸 不久后 周七碧来到大楼 余定文早已不下天罗地网 余定文在楼外等待 许老板让他不用担心 不会发生刚才的事了 余定文故意撞了一下周七碧 却是他身上没带武器 然而周七碧非常警觉 他开到了对讲机 刚进门 他就把街头的人暴揍一顿 残交声响车整个大楼 余定文劝他束手就擒 可周七碧却直接动手 在场中人都不是他的对手 余定立刻寻找武器 赤手空拳 他也不行 张行景拼尽全力拦住周七碧 余定上前支援 却瞬间被灭 张行景靠着一股狠镜 跟周七碧周旋 可周七碧还是跑了 张行景立刻通知大家 看来还是得让许老板出手 许老板的出现 让周七碧有点意外 他根本不是许老板的对手 周七碧无奈之下 抱着许老板冲出窗外 这一下 摔得不清 卢正平看到了周七碧的脸 杀害昌剧的人 就是他 周七碧带上逃跑 卢正平正准备去追 一辆车突然出现 把周七碧撞飞 紧接着 车上下来个年轻人 直接把周七碧带走 张行景姗姗来迟 余定文也没想到 竟然被人截糊了 好了就说到这吧 《坏家伙们2》 第一集的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登登 喜欢的话记得关注我 我们下期见